欢迎收看今天的第一成就 之前美国通过政策手段阻止华为手机进入美国市场 在国际上是闹得沸沸扬扬 我们也看得出中国手机太强大 老美比不过 只有用这种下三路的方式来搞文章 他们也清楚 一旦华为进入美国市场 这种高性价比高品质的手机必将霸占美国市场 成为老美手心肉当中的一根刺儿 但是今年开年 华为就直接甩出三颗炸弹 炸得手机市场翻江倒海 第一颗就是华为放出了永不断电的手机 华为将联手移动建立空中充电 把手机充电像手机信号一样传输给手机 这不是天方夜谭 研究人员已经证明 无线电信号能满足移动设备的电能需求 第二颗炸弹 华为联手保时捷 推出保时捷高端手机 让手机可以开车 通过无人驾驶系统 这款手机连接汽车后 可以无人驾驶 第三颗炸弹 华为正式宣布 推出全球首款5G商用芯片 巴龙5G01 华为还拿出了5G商用终端 支持全球5G频段 低频到高频 可实现2.3GB的惊人速度 截止此前 华为已经向5G研发投入超6亿美元 今年将在中国完成第一轮5G商用 2019年向全世界推出5G手机 华为这一波给了世界科技太多的震撼 华为也放出豪言壮语 我们一定会成为世界第一 不管有没有美国市场 我们都会第一 华为手机让中国沸腾 让中国制造 盈益为好 期待华为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未来 准备贸 Way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